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在一夜之间几乎就被屠杀殆尽 分散居住的八名成年男女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就被行刑式的杀害了 血腥的犯罪现场只有三个婴幼儿被放过活命 凶手拿冷酷有专业的手段 还有对犯罪现场进行的近乎完美的清理和伪装 让参与破案的警官们伤透了脑筋 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今天就我们来了解这样一起发生在2016年的恐怖命案吧 2016年4月22日的清晨 一对叫做Bobby和James的兄妹俩 开车来到了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派克县的一处农场 他们平日里的工作就是在这里喂养牲畜 这片农场属于一个姓Rodden的大家族 十几名家族成员分散地居住在农场里的几栋独立屋或者是房车当中 每天的这个时候Rodden家族的一些成员应该也已经起床了 他们会一边忙着自己手上的活 一边和Bobby还有James打招呼 但是这一天呢 农场里的气氛却有一些不对劲 安静,实在是太安静了 除了树林里的鸟叫 还有深处偶尔发出的鼻息声以外 整个农场都静悄悄的 仿佛根本就没有人在这里一样 Bobby出于对雇主的担心 小心翼翼地走到了一栋房子的前面 发现门是虚眼的以后 他就推门而入 然后他就皱起了眉头 因为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混杂着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走过门厅之后 他的面前赫然地就出现了一具倒卧在客厅地面上的遗体 Bobby吓得大喊了一声 连忙沿着原路退了出来 紧接着他就看见 自己的哥哥James也一脸惊恐地 从他所查看的另一栋房子里跑了出来 然后这被吓坏的兄妹二人就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不久之后 闻讯赶来的警官也被眼前的惨状给吓了一跳 从农场里的三处住宅当中 他们抬出了整整七具遗体 年龄最大的是农场的男主人 44岁的Christopher Roden 他也是唯一一个身上有防御性伤口的受害者 证明在死前他意识到了危险 曾经进行过反抗 而凶手在他身上的头部 胸口还有手臂上面留下了九处枪伤 其他的六名受害者分别是Christopher的妻子 37岁的Dana 38岁的堂兄Gary 24岁的长子Frankie 还有Frankie的妻子 20岁的Gilly 家里最小的儿子16岁的Chris 还有家里的长女19岁的Hannah 这六名受害者基本上都是在熟睡 或者毫无防备的状态下 被近距离枪击头部而一击毙命的 不过除了这几名家族里的成年人士以外 凶手似乎有意地放过了这个家庭当中 还不懂事的婴幼儿 比如说Frankie还有Gilly 这对夫妻遇害的时候 他们的两个儿子就在身边 当警方发现遗体的时候 他们四个月大的儿子就睡在他们的中间 另外一个三岁大的儿子 也躺在床边的地毯上熟睡 这两个孩子虽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但是那凄惨的景象还是让现场的警官们 心情变得无比沉重 而当警官们发现这个家族的长女 19岁的Hannah的遗体的时候 很多人就都控制不住悲伤的泪水了 因为仅仅在四天之前 Hannah才生下了一个男孩 当警方进入她的卧室的时候 发现那个又小又饥饿的婴儿 正趴在母亲的遗体上想要吃奶 之后根据警方的资料显示 Hannah还和一名叫做Jake Wagner的前夫 生有一个两岁的女儿Sophia 平时也是和她生活在一起的 万幸的是在案发的当天 这个小女孩刚好去了父亲和爷爷家赞助 逃过了这场灾难 很快的这起特大杀人案的消息 就在当地传开了 人们都在谈论着这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仅仅一个晚上的时间 Rodden家族几乎就被灭了门 这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 很快的就有一名和Rodden家的关系不错 叫做Donald Stone的男子想到 Rodden家族应该还有一名叫做 Kennis Rodden的44岁男性成员 他独自生活在距离案发的农场 三英里远的一处房子当中 但是在案发以后 他也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 放心不下的Donald 立刻就叫上了一名好友 开车前往Kennis的家 果不其然 他们一进门 就看见了倒在客厅地上 已经死去多时的Kennis 他的死因和之前的七名家族成员一样 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近距离从眼睛射入的一处枪伤 至此受害者人数上升到了惊人的八名 按理说 凶手在四个房子当中 制造了这么大规模的血案 现场肯定会难以避免地 留下不少的线索和证据 但是负责现场调查的警官们 却吃惊地发现 案发现场非常干净整洁 很难找到有用的指纹 或者DNA的信息 虽然凶手在整个犯案的过程当中 开了至少30多枪 但是现场却没有能够找到 哪怕一颗掉落在地上的弹壳 被害的八名家族成员们的手机 也全部都被人带离了现场 所以很难根据他们遇害前的通信记录 来推断这起惨的动机还有凶手 农场周边的邻居也表示说 案发当晚 他们并没有听见农场里传来任何的枪声 农场里养的两只非常凶的比特犬 也没有发出废叫 要知道这两只看门狗平日里非常的凶猛 看见任何陌生人接近都会叫个不停 据此警方推断 作案的人很可能是经常来 Rodan家农场走动的熟人 而且根据八名分散在不同地点的受害者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允命这一事实分析 做下这起血案的凶手很可能不止一个人 而是事先详细进行过计划 并且分工明确的几个凶手一起进行的 不过警方当时能够掌握的信息也就到此为止了 为了能够尽快地侦破这些血案 警方把Rodan家大量的家具和物品都打包带走去进行仔细的检查 同时他们也面对社会重金征求能够有助于破案的线索 之后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 人们给Rodan家族的遇害者们相继的举办了葬礼 现场幸存的几个孩子也被政府机构安排了寄养的家庭 但是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站出来给警方提供有用的破案线索 很多居民对于这起案子更是表现得战战兢兢 不愿意轻易地谈论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很多当地人都知道 几乎被灭门的Rodan家族绝对算得上是狠角色了 家里的男主人Christopher常年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 从各种有争议的或者干脆是非法的行业当中赚钱 而对于这些生意呢 他的兄弟和儿女们也多少都有参与 凶案发生之后 警方在他们的农场里更是找到了几百株被种植在温室里的大麻 以及非法建立的养殖斗鸡的设施 根据这些发现 在结合惨案当中那些有组织又高效冷酷的手法 很多人都猜测 很可能是Rodan家族在禁药生意上得罪了来自墨西哥的犯罪集团 或者是和活跃在当地的一个黑帮产生了冲突 才招致了这样的报复 但是对于人们的这种猜测 警方是不屑一顾的 因为虽然墨西哥的犯罪集团 确实在类似于德克萨斯、亚利桑那州 这些和他接壤的美国州里频繁的活动 但是Rodan家族所处的俄亥俄州 可是美国的大北方地区和加拿大都接壤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来自于墨西哥的威胁 而要说到本地黑帮倒也确实是有 但是警方非常的确定 这个所谓的本地黑帮 基本上从十几年前开始就处于半死不活 只敢偷偷摸摸的做一些违法勾当的禁地 从来就不曾做出过这么激进和暴力的行为 所以应该也不会是他们的所为 排除了所有这些可能性之后 唯一剩下的就只有仇杀这一个可能性了 那么究竟是谁在近些年和Rodan家族有矛盾 又有能力做出这起惊天的血案呢 几周之后警方的目光就落在了案发当晚 并不在现场的那个两岁的小女孩索菲亚的身上 当然这个小女孩不可能是凶手 但是她的父亲Jake Wagner 还有她背后的Wagner家族 却有着巨大的嫌疑 原来就在索菲亚的母亲 Hannah的葬礼办完之后不久 她的父亲Jake就拿出了一份 据说是前妻签署的遗嘱文件 在这份文件上 Hannah表示说 如果自己死亡 或者丧失了照顾孩子的能力 她愿意把女儿的抚养权交给前夫Jake 但是Hannah的一名闺蜜 对于这份文件的真实性 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因为她觉得文件上的签名 和Hannah平时的笔记不一样 而且在案发之前 Hannah和Jake之签 就因为女儿的监护权 发生过激烈的争夺 Hannah更是曾经坚定地和闺蜜表示说 自己就算是死 也不会把女儿交给Jake的 所以这份凭空出现的 让渡监护权的文件 绝对是有问题的 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 警方和政府立刻就把两岁的索菲亚 置于了福利机构的保护之下 并且对于Jake Wagner 还有他背后的家族进行了调查 而这一调查 他们就发现 Wagner家也是相当了不得的 一个犯罪家族了 这一家人由47岁的Billy Wagner 以及他48岁的妻子Angela 27岁的长子George 还有26岁的次子Jake组成 这父母兄弟四人的关系 非常的紧密 对待任何事情 都会采取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态度 而且遇到任何重大的问题 他们也都会采取开家庭会议 集体表决的方式来做决定 这个镜头如果用在正途 这家人肯定能够干出一番不错的事业的 可惜的是 他们这四个人的一辈子 和遵纪手法这四个字完全不沾边 基本上都多多少少的有过犯罪记录 并且经常的在警察局进出 这家的男主人Billy 和已经遇害的Rodden家的男主人Christopher 可以算得上是多年的好友 从青年时代开始 他们就一起做过不少非法的事情 也从中赚了不少的钱 当然也一起的坐过牢 因为父辈的这层交情 两家的孩子们也就经常的交往 渐渐的Vagner家的次子Jake 就和Rodden家的女儿Hannah走到了一起 然后他们就生下了女儿Sophia 直到惨案发生的一年前 Jake和Hannah才分了手 然后他们就展开了对于女儿Sophia的争夺 而在这一对年轻男女的背后 两个对于血缘关系都看得很重的家庭 也都认为Sophia应该是属于自己家族的人 所以两家人之间的关系 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 最终Hannah取得了女儿的监护权 而这两家人的关系 也就自此开始变得非常冷淡了 所以会不会是Vagner家族 为了对这件事情进行报复 而策划并且实施了 对Rodden一家的灭门行动呢 警方觉得这个猜想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就像之前所说的 因为凶手的犯罪手法非常的干净利落 案发现场也没有留下什么有利的证据 所以警方无法把Vagner一家人 和这起惨剧联系起来 也就申请不到对他们家的搜查令 对于案子的调查也就此被搁置了下来 当然对于经常和警察打交道的Vagner一家来说 他们估计也感觉到了警方对他们的怀疑 于是在惨案发生之后不久 他们就全家搬到了遥远的阿拉斯加州去生活 直到又过了一年多之后的2018年 感觉风头可能已经过去了 他们才又返回了派克县的家乡生活 和他们一起回来的 还有Jake在阿拉斯加认识并且结婚的一名女性 而Jake的哥哥George在几年前也结了婚 所以Vagner家族除了我们之前所说的父母 以及两兄弟组成的四名核心成员以外 还有两个儿媳 而在当时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个儿媳就成为了这起惊天悬案 得以侦破的关键人物 原来自从嫁入了Vagner家之后 两个儿媳就感觉到了来自其他家族成员的压迫和控制 他们无法自由地联系自己的父母和朋友 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也被剥夺 再加上经常耳闻目睹Vagner这一家人策划 并且实施了一些罪行 让两个儿媳感觉他们的生命也都处在危险当中 也许哪天一句话没有说对 得罪了家族的核心成员 他们就有可能会被失踪了 2018年中再一次和家族成员发生了巨大的争吵过后 这两个儿媳越想越害怕 于是他们一起跑了出来到了警察局 举报Vagner一家就是制造了那起血腥凶案的凶手 并且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所有细节 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 警方一路深挖下去 终于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证据 并且最终揭开了这起被称为 派克县大屠杀的残案的全貌 原来当年汉娜和Jake分手 也是因为受不了南方家 那竟随疯狂的猜忌和控制 在一场争吵当中 汉娜被Jake卡住了脖子 差点窒息而死 之后他就毅然的选择了和Jake分手 并且回到了自己的家 然后汉娜又赢得了女儿索菲亚的监护权 这些都让南方的家庭 也就是Vagner一家非常的恼火 然后汉娜又在社交媒体的私信里 和自己的闺蜜提到 自己这辈子就算是会死 也绝对不会把女儿交给前夫Jake 和他那个扭曲的家庭的 但是汉娜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 自己的社交账号的密码 早就已经被Jake盗走 而且他发的所有信息 都被Jake和他的母亲Angela 看在了眼里 从这个时候起 一个邪恶又凶残的计划 就开始在Vagner一家的心里酝酿了起来 不久之后 汉娜和一名叫做查理的男青年相爱了 虽然这段恋情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但是19岁的汉娜却再次怀孕了 而她也决定要以一个单亲母亲的身份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汉娜的这次怀孕产子 恰好就给了Vagner家实施他们邪恶计划的机会 在距离汉娜的预产期还有四个月的一天晚上 Vagner家的四个核心成员 按照惯例围坐在一起 商量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当时这一家的家长Billy提出了自己的计划 为了夺回孙女索菲亚的监护权 他们要趁这个机会杀掉汉娜 而且不仅仅是汉娜 Rodan家族所有有资格来争取索菲亚监护权的人 他们都要一起除掉 这些人就包括了汉娜的父母兄弟 还有几个叔叔等另外七名亲人 Billy的这个计划得到了家族成员的一致赞同 于是他们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了起来 在凶器方面 他们选择了几把.22口径的手枪 这种枪虽然不是威力最大的 但是近距离射击头部足以一枪致命 再加上后座力小 绝对是实施这起犯罪的最好选择 然后他们又利用多年犯罪积累下来的知识 自制了两个简易的消音器 虽然没有办法达到像有些影视剧里那么夸张的消音效果 但是也能够有效的把响亮的枪口爆破声 降低到一个成年人咳嗽一样的音量 这就大大增加了他们犯罪时的隐蔽性 不仅如此 他们还在枪上加装了一个自动收集弹壳的装置 这样就能够保证 没有一颗弹出来的弹壳会遗留在现场 之后为了熟练掌握枪械的性能和调整消音器 Jack和George兄弟俩在自家后院进行了非常频繁的设计练习 与此同时 他们的母亲Angela偷偷地从廉价商店 给儿子们购买了两双行凶时穿的鞋 他故意把鞋子的款式买成了青年人绝对不会穿的中老年款 而且还故意把鞋子的号码买大了一号 这样在案发之后 警方根据现场的协印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了 然后他们还买了手机信号干扰器 来确保在行凶的时候就算Rodden家族的人发现了不对劲 也无法对外求救 然后Jack和George兄弟俩又染黑了头发 来减少自己被认出来的可能性 之后这对兄弟俩就轮流地对Rodden家的农场 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 弄清楚了他们的生活规律 以及什么时候家里会来客人 什么时候只有家族成员们在家等等这样的信息 很快的时间就来到了2016年的4月17号 汉娜顺利地生产下了一名男婴 Vagner一家也趁机提议说 汉娜生孩子肯定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和精力 然后又要照顾一大一小两个孩子肯定会非常的吃力 不如就让他们来暂时的照顾索菲亚几天 这样汉娜就能够好好的休息了 对于这个提议 汉娜最开始还是很犹豫的 但是精疲力尽的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同意 在之后的几天当中 一切看起来也非常的顺利 汉娜也就渐渐地放松了戒备 在生产四天之后的4月21日的夜里 汉娜抱着自己新生的儿子 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而也就是在几个小时后的凌晨时分 Vagner家的家长Billy 大儿子George 还有次子Jake 就开车来到了Rodden家的农场 Billy先是利用自己和Rodden家的男主人 Christopher的老交情 把他骗了出来 说想要在一起合作一笔倒卖禁药的买卖 然后他两个藏在暗处的儿子就冲了出来 把Christopher控制住 然后杀害了 之后他们三个人 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地扫荡了过去 把Rodden家还在睡梦当中的另外家庭成员 全部杀害了 他们又开车来到了三英里之外 故技重施地杀害了Kennis Rodden 自此再也没有人能够和他们争夺 索菲亚的监护权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紧锣密鼓地 处理作案的时候所使用的工具 当天晚上他们开的那辆车 被他们摔进了一条偏僻的山沟当中 他们穿过的所有的衣物还有鞋子 也都被扔进了垃圾填埋场 之后剩下最重要的证据 无疑就是那两把凶器手枪了 怎么样让他们永远的消失 不被人找到 就成了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而他们还真的就想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主意 因为当时他们家一个亲戚就要过生日了 这名亲戚是一名渔夫 经常开船去湖里打鱼 瓦格纳一家人就用两根长绳 把手枪绑了起来 扔进了两个水桶当中 然后又在水桶里灌入了水泥 水泥干了之后 就变成了两个挂着长绳的沉重的硬坨 可以当成简易的船猫来使用 然后他们在生日聚会上 把这两个船猫送给了这个渔夫亲戚 又和他一起乘船去湖上钓鱼 船到湖中心下猫之后 他们就割断了水泥坨上的绳索 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 带着两把凶器手枪 永远的沉睡在了湖底的淤泥当中 根据家里这两个儿媳给出的这些线索 办案警官们在瓦格纳家的后院 也就是Jake还有George兄弟俩 练习射击的场地的土地里 还有周围的树干上 找到了不少射进去的弹头 经过唐县比对确定 和杀害了罗登家人的弹头一模一样 然后警方又在屋子后面的树林里 找到了被丢弃的简易的自制消音器 之后寻找证据的潜水员 又在湖底捞起了那两把作案用的手枪 之后警方申请到了法官的批准 在瓦格纳家偷偷安装了大量的窃听器 从谈话中也证实了 他们就是派克县屠杀案的凶手 至此人证物证极其 这起骇人听闻的特大杀人案也终于告破 2018年的11月 瓦格纳家参与了这起谋杀的4名成员全部被捕 之后经过了漫长的司法流程 还有因为全球疫情造成的拖延 直到2022年底 这起案子才开始进入了庭审阶段 不过在开庭之前 案件当中的主要凶手Jake 为了避免被判死刑 就选择签署了认罪协议 他承认自己亲手杀害的受害者是5人 其他的三名受害者 都是自己的哥哥和父亲家的手 他的母亲Angela虽然没有参与最后的行动 但是他全程都在帮忙做策划和准备工作 最后Jake被判处了8个连续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他的母亲Angela也被判处了30年监禁 而这一家的另外两名成员 父亲Billy还有大哥George 需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到现在还没有结论 因为他们两个人拒绝认罪 所以至今依然在等待着审判的开始 不过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他们应该也很难再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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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